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原本希望用这台大家伙为自己增加一些收入 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从第一次下地开始 这台收割机就一直状况不断 收割机出现故障之后 李先生第一时间联系到了收割机的生产商 德州市福沃农业机械有限公司的售后人员进行维修 不过收割机的问题非但没有就此停止 反而随着一次次的维修而愈烟愈烈 李先生告诉记者 两年来他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修理这台收割机上面 然而经过先后两次翻厂和各种大小修理之后 如今这台收割机依然无法正常使用 发动机发厂发回第一面去 什么也没动 就给打扫打扫又开回来 开回到那一看 或者什么也没动 这又发地了 发地了回来以后 发动机也没给修修 这么十几天 一几度的话搞闻 这个车又毁了 这就是我这个车就是你发动都发动不起来 你再花这么下东西来 是不是咱出去挣两块 那么他不会是那么再吐这么大紫 那么跟我送这个货吧你说 同样的状况也发生在临近乡镇的两位机农身上 和李先生一样 他们也购买了俯卧牌4YZP-2型玉米收割机 一开始就刚开始就拭短油就开始就出问题啊 来修了以后 你那个东西上质量都不合格 你就修活着再来 明天干不干不干不三两个小事 其他地方就坏了 就今天穿钱发 发两边朝回来 等着给我修理了半月 前面这个小薯筒套 换了三个 链子换了感觉是 也不就死光 就是五光链子 就是单了 你反正是 这不整个那个铁头小哗了哗了 接连三台收割机都是故障不断 难道真是设备整体质量出现问题 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 记者来到了服务牌收割机在平度的销售站 老董农机店 对于三位基农所怀疑的该型号收割机的整体质量问题 经销商给出了这样的说法 在所有的牌子里边它属于 它属于正常嘛 让我说 正常 让我说 因为它不是全部都坏 你可能就是 不是说你可能卖十台打个比方 你坏了一台 可能这个坏车的人就给你宣布的特别厉害 把这厂子也臭了 把它经销商也臭了 把这个所有的地方可能都把这个车给臭了 我觉得吧 这个机械化东西 也是车的也有原因 这个操作也有原因 你这个手手操作这个联合 跟这个伤手操作这个联合车 它不一样 经销商认为 三位基农遇到的问题 有可能是自己的操作不当导致 而该收割机的生产厂商 德州市服务农业机械有限公司的回答 也如出一辙 这个农机产品 你想它这个工作过程中 尤其是也是在第二个工作阶段 它就是出现一些故障 这是不可避免的 还有呢 就是这个故障 你也不能听这个用故的一面去词 因为这个 这个车呀 它的 它发生故障 它还有可能是因为它的操作不当 或者是保养不当 质量抽查显示多项问题 厂方表示 复检合格 后来我们也 也经过申请复查 也发了这个复查 合格的报告了 都没事了 问题机械是否普遍存在 鸡农厂商各执一词 因为这个 这个车呀 它的 它发生故障 它还有可能是因为它的操作不当 哪里哪里是 它操作不当 我操作不当 别人也操作不当 真相力量 状况频出的收割机 正在播出 平度的三位基农告诉记者 在山东省质量技术监督局 于今年7月24日通报的 2014年第二批收获机械产品 质量省监督抽查结果中 德州市福沃农业机械有限公司 2014年3月生产的福沃牌 4Y ZP-2型收获机械 有运动部件 隔台固定机构 发动机等多个项目被检出不合格 而对于这些问题 德州市福沃农业机械 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 则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2014年抽检的 我们3月份的那个产品 那个批词确实是有不合格 后来我们也经过申请复查 也发了复查合格的报告了 都没事了 而且用户他买的那个机械 它是去年的产品 对于我们今年 这个质量技术监督局来抽查的 干净就不是一个批词的产品 所以说他不能一代而成 对于机农们所怀疑的收割机 整体质量问题 德州市福沃农业机械 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 始终坚持只是少数个例 主要原因是机主操作不当 对于这样的答复 机农们并不认同 他们表示 这种机器的问题 在当地已经十分普遍 脑穴的事还投资不动 我投资不动 别人也投资不动 是不是 我可以了十多年 年过来 我俩这么的事我不懂的 就是当时我们去小厦 就是十一户去的小厦 其余的还有这个 接近三十户 我们没法联系上 在一位机农的指引下 记者又在临近的乡镇 看到了两台同样型号的故障机器 去年踢这个车不过时 十一年不过时 一共去年搞得不到二百万一年 这不不过时以后 今年元庆我也没时 一直我这边买了个鞋的嘛 今年就没有时了吗 没时没时 不过时 一直休也没休 这时间都没有了 你怎么办 你还没有什么 这别的好办法了 这把能用 能用不是小事多 也不是这个事不一定个事 这个也碎了 不费 这个也碎了 前面高天也碎了 这个鞋在里面的鞋 这个鞋也碎了 一天你会个反悔无悔的 一天 去年这个也不过时 去年这个也不过时 我都不太清楚 都没接到这个 都没接到这个用户 打电话说需要维修 也有可能是这三个用户 他们可能是 可能是就是对我们 对我们这个产品 他们已经有了三级了 他可能就是带着你们 去找其他的用户来 但是其他的用户 一个都没有往我们这打电话 说需要维修啊 什么的 没有 我们的三宝鸭 在那里的时候 也没有说 就是维修 那个工作过程中 有维修的不满意了 什么这种情况 回来也没听说 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令第563号 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 第16条规定 农业机械生产者 销售者 发现其生产销售的农业机械 存在设计 制造等缺陷 可能对人身财产安全 造成损害的 应当立即停止生产 销售 及时报告当地质量监督部门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通知农业机械使用者 停止使用 农业机械生产者 应当及时召回 存在设计 制造等缺陷的农业机械 而到目前为止 德州福沃农业机械有限公司 依然采用的是 被动修理的售后措施 当时销售曾介入调节 最终也无功而返 不久前 李先生已经联合当地的 三家车主 对德州福沃农业机械有限公司 及其在平度的代理商 发起诉讼 然而 还有更多的受害车主 在默默承受着 这款收割机所带来的 无尽烦恼 咱现在的要求是什么 要求把车退了 这家不要了 那厂商答不答应这个问题 现在答应不答应不知道 他们现在就您得到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答复是什么 他就是不提不放 他这边得到大火完完的 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规定 对于农业机械的整体质量问题 质量监督部门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 可以责令生产者召回农业机械 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希望我们的报道能够引起以上部门的重视 依法启动相关调查程序 给广大受害激农一个合理的交代 好的 还原事实 追问真相 感谢您收看由济南中德股科医院冠名播出的真相力量 你也可以登陆旗路网 点击收看我们的节目 我是庄义 明天再见